1875年 告别了特洛伊遗址的海印里西施里曼 转转到爱琴海西侧的希腊本土 开辟了第二战场 这次 他的目标是挖掘出特洛伊战争的胜利者 联军统帅阿加门农统治下的城邦麦西尼 在古希腊传说中 位于阿尔格斯平原上的麦西尼 是亚该亚人的都城 由宙斯之子 手刃的蛇发女妖美杜莎的普尔修斯创建 河马曾描述这个强大而富庶的城邦 是一座黄金国度 拥有着特洛伊发现者的身份 这时的施里曼先生 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 成了大量美光灯关注的焦点 而这位有如神著的德国人 也不负众望 第二年 就在古老的狮子门内侧 挖出了由六座树井墓组成的墓葬圈 在这些公元前1600年左右建造的坟墓中 摆放着无数精美的文物 花瓶 彩桃 象牙 青铜匕首和黄金饰品 琳琅满墓 仅仅其中的一个墓穴里 就发现了870多件金饰 连儿童的尸体 都被满满的金叶子包裹着 施里曼深信 他挖出的一个完整的黄金面具 正是为万民之王阿加门农所打造的 在发给希腊国王的电报中 他骄傲地宣称 我正凝视着阿加门农的脸堂 然而 和发掘特洛伊遗址时一样 施里曼再次犯了低估自己的错误 事实上 他眼中的阿加门农面具 可是件公元前1500年左右的宝贝 比阿加门农王所处的时代 要早上足足三个世纪 这个占地面积超过了3万平米的麦西尼遗址 位于一个四周 顿着悬崖峭壁的山丘上 城墙厚达5米 形同一座一守南宫的军事堡垒 遗址由魏城、王宫和墓葬群组成 一些建筑的历史甚至能追溯到遥远的公元前16世纪 装饰着精美壁画的王宫中 祭祀、接代、存储、卫浴等功能一应俱全 宫殿下方坐落着规划完整的市区 大量平民和奴隶的生活痕迹随处可见 施里曼亲手挖掘出的几座墓葬 都属于比较早的树井墓王朝时期 后来 遗址中又陆续发现了更晚期的圆形墓室 比如宏伟的阿加门农之墓 和克里泰涅斯特拉之墓 这种墓室的圆锥形屋顶好像蜂巢 需要很高的石器技术才能完成 一切都表明 这个当时统治着波罗奔尼萨半岛的文明 已经高度发达 在建筑、艺术、文化和技术上都自成体系 同时也印证了河马史诗中的种种描绘 人们顺理成章地把它命名为 麦西尼文明 特洛伊和麦西尼古城的出土 让施里曼成了毫无争议的古希腊考古第一人 但这位不知疲倦的德国人依然不肯停下脚步 顾塞接再厉地挖出了多座 同属于麦西尼文明时期的古老遗址 包括在河马史诗中以铜墙铁壁著称的 提林斯遗址 奥德修斯的故乡伊萨卡遗址 以及奥尔霍·麦洛斯遗址和皮洛斯遗址等等 1887年 施里曼来到风光隐移的克里特岛 仔细考察了岛上每一块有价值的桃片和石块后 把目标锁定在北海岸附近的扣诺索斯 并希望把那儿作为自己的收山之地 可惜 因为1600多棵橄榄树的归属问题 它没能和土地所有者谈拢价钱 最终放弃了挖掘 现在看起来 不得不佩服施里曼眼光的毒辣 因为仅仅十几年后 来自英国的阿瑟·埃文斯 就在那片土地里挖出了克诺索斯遗址 发现了比麦西尼文明 还有古老上千年的米诺斯文明 但这一切德国人都无从知道了 1890年底 保兽尔病折磨的施里曼动了场手术后 不顾医生的嘱咐去国外出差 本来他想赶回雅典去过圣诞 可在返程中感到身体不适 只好留在纳布勒斯休息 圣诞节当天 施里曼经过一座广场时突然倒地 隔天就撒手人寰 他的遗体被运回了希腊 安葬在雅典第一公墓里 希腊国王 各国使节和所有科学机构的负责人 都到场向他致哀 回顾施里曼这传奇的一生 他作为一名业余爱好者 只手挖出整个麦西尼文明的成就 让所有专业考古学家都自愧不如 堪称业界奇迹 虽然他有着在挖掘过程中破坏文物 对保存现场完整缺乏概念 文物原始位置记录不清 资料分类混乱等一大堆毛病 但狭不掩鱼 没有他的非同常人的热情 奉献和坚持 也许直到今天 特洛伊 麦西尼和提林斯对人们来说都还只是神话中虚构的城市呢 在施里曼去世后的一个多世纪里 人们从没停止过对麦西尼文明的继续探索 更多破土而出的遗址和文物也让这个古老文明的轮廓变得越来越清晰 1952年 两名英国语言学家 破语出了在麦西尼 提林斯和皮洛斯等遗址中出土的泥板文字 这种文字比在米诺斯文明中发现的线形文字A更加先进 被命名为线形文字B 人们也借助他们对当时的社会有了大概了解 麦西尼文明的黄金时期 大约开始于公元前16世纪左右 它大量吸收了米诺斯文明的成就 并最终取代了那个更古老的文明 整个爱秦海的中心也由克里特岛转移到了希腊本土 这两种青铜时代文明既有传承 又属于各居特色的独立体系 后来被统称为爱秦文明 麦西尼人可能由多个民族组成 散居在数十个城邦国家里 他们占据着希腊南部的大片地区 远比米诺斯人曾经控制的领土要辽阔 不难想象 如果没有庞大的财富和人力 根本不可能修建出如此宏伟的宫殿 城池和墓穴 这说明 当时的麦西尼统治者 可能有像埃及法老一样 在生前为自己建造陵墓的传统 而相比文化类似的克里特岛 这里的东方色彩又淡薄了很多 带着更原汁原味的希腊本土特征 麦西尼人能种植多种多样的粮食 橄榄油和葡特酒等地中海特色食品 当时都已经出现了 他们的手工业也相当发达 金银酱 铜酱 象牙酱 陶酱 宝石工 纺织工等行当分工明确 光在皮洛斯的王宫里 就有大约550名纺织女工 和米诺斯人一样 麦西尼人也把海外贸易做得风生水起 生意遍布整个地中海海域 远至萨丁岛 塞布鲁斯 埃及和叙利亚 征服了把持着爱琴海与黑海咽喉的特洛伊之后 强大先进的麦西尼文明似乎到达了巅峰 可叫人费解的是 没过多久 它就由盛转衰 继而消失 和米诺斯文明的衰落一样 没人知道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 麦西尼文明也成为世界上神秘消失的 12个古文明之一 后人绞尽脑汁的为这个谜团 找出了个混合的社会与种族冲突的解释 在艰难取得托洛伊战争的胜利后 各个城邦也元气大伤 开始面临经济衰退 严苛的赋税又让民怨沸腾 内乱不断 公元前1200年前后 来自北方内陆的多利安人 入侵了波罗奔尼萨半岛 圣极一时的麦西尼文明 从此一蹶不振 当然 已经发现的证据并不支持这些事情曾真的发生过 和很多古文明相比 麦西尼文明留给后世的线索 其实并不算丰富 用现行文字壁书写的泥板 目前只发现了几千块 还大多是简短的物品或财物记录 直到今天 我们既不知道麦西尼人怎么称呼自己 也没法确认这个文明的中心 到底是不是和马所说的麦西尼城 但可以肯定的是 这个灿烂的文明毁灭后 希腊倒退回了没有城市 贸易和艺术的黑暗时期 经过几个世纪 才再次迎来百花齐放的城邦时代 也就是人们津津乐道的古风时代